直擊越南國家主席 阮春福抵達泰國 下榻曼谷雅典大酒店 一進門就被現場媒體 僑胞團團圍住 紅龍形同虛設 也可能連帶影響十七號 臺灣領袖代表張忠謀的動線 原本預計張忠謀抵達飯店之後 所有的僑胞代表們 都會用U字型的方式來列隊歡迎 不過現在因為有了越南的潛力 再加上張忠謀下榻飯店的時間 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這裡舉辦演說的時間點 相當的接近 因此現在就有僑胞擔心 他們的活動是不是會因此受到影響 就這麼巧都在雅典大酒店 張忠謀表定十七號下午五點十五分抵達 習近平演講時間則是定在五點四十五分 到六點 僅相差半個小時 張忠謀代表的是 不僅是我們台商 他是企業領袖 然後也是護國神山 今天方面是很大的貢獻 女太僑胞領袖樂觀看待 不過就怕中國會以為安名義搞小動作 而搶先登場的雙部長會議 台灣代表團也抵達 臺灣在APEC的雙部長級會議當中是否會與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來進行會晤或者是跟日本新加坡與加拿大等CPTPP的會員國來進行會談都是整場會議的焦點 以上是三線新聞團隊 歸宣詢欣在泰國曼谷的財甫活動